好香 真香定你,真香 哇,吃饱了,我得继续走了 早上好,早上好 好,现在呢是9点17了 因为这边没早餐啊,所以说 我的话早上就吃个苹果 过去洗一下 吃个牛肉干,三个米老头,一个奥里奥 给你们看一下昨天住在哪的 就这儿,服务区旁边 太阳,太阳的事呢,升起到这儿了 今天的任务就是 一直朝下走 120公里就可以到阿克苏 嗯,准备起床了,起床了 收拾收拾 好了好了,收拾好了 没问题 发动着了,走了 这个服务区给我的感觉就是 居然还有WiFi 只不过不太好了 还好昨天晚上把视频做了也上传了 啊,舒服 今天早上呢肯定是在高速的 中午的话也是在高速上随便吃点什么 连服务区都没有的,自己带着点干粮 下午的时候我应该会下高速走一下国道 应该有饭吃 今天怎么样也要到阿克苏了 我要在阿克苏休息一天 因为我从库尔勒出来 我就一直没有休息嘛 到阿克苏在休息 哎呀,山呢还是这个山 就长这样 这种景色我看的太多了 我都觉得审美疲劳 我刚才认真骑了快一个小时 感觉要下山了 因为毕竟我现在在山上嘛 阿克苏肯定是在下边围 现在朝着山下走 我手机是连通的 这是连通的信号塔 这个世界上最摇脸的距离啊 就是我站在信号塔下 居然各种刷不出来信号 你看,头条都刷不出来 我还想看一下,我也刷出来了 哦,好卡呀,真的是 是,而且还不是4G 这个真的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 连通那个网啊 我真的不想吐槽 隔壁滩里几乎是没有的 动不动就一个3G或者一个1网 什么用都没有用 早知道我就去投靠电信 或者移动 这一道有个20公里左右的坡 真的是爬死人的 太热了 终于爬到这个山口这了 我估计应该下坡了吧 这还有修路的 那边的山倒是挺漂亮的 两种颜色 唉,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是下坡,然后又上坡 唉,把这座山翻过去不容易啊 现在是1点15了 前面还有20几公里才能有办法下高速吃饭 我得坚持一下了 我走了这么久啊 走了一上午我就看到这么一个立脚桥有阴凉的地方 其他的一点阴凉的没有 我要吃点苹果补充一下能量 我估计前面快下坡了 然后再去找吃的 哇,好累啊 给你们看一下环境 我遇见一个放羊的 哇,他感觉一口气放了 感觉至少有三五百只羊啊 哇塞 真的挺羡慕的 而且他的那个牧羊犬 还是一只苏木 苏木 老远的很远 我可以看得见 唉,真的是 挺不错的挺不错的 一个人要是有这么多资产的话 至少说是饿不死的 唉,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我现在终于下高速了 这个舞团 下去 然后找地方吃饭 好 唉,找地方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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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了 实在是不想走高速的 高速没吃没喝的 现在都快三点了 往左拐是舞团 先过去找吃的 哇,我现在终于到舞团了 哇,这个地方是冰团农医师 然后舞团 哇,好多吃的 我刚看地图,前面有一家抓饭 我好想吃抓饭 然后冲过去 现在是3点06 哇,我的肚子真的是咕咕叫的 那点零食还不够塞牙缝呢 终于找到了这家抓饭店 点了一个羊排抓饭 我现在 先把电脑拿出来冲个电什么的 唉,我还把垃圾扔了 唉,好多垃圾呀 这个米老总也吃完了 虽然说它是个假货吧 但是味道还不错 先吃饭先吃饭吧 哇,真的好饿啊 太饿了 哇,这个肉也超爽 哇,这个肉也超爽 哎呀,现在是快五点了 我还是困得要死吃饱了饭 我打算睡一会儿 等到太阳小一点我得走 啊,舒服舒服 早上那坡爬得我累的 我要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大家午安,午安 刚才睡了半个多小时 真的太舒服了 现在快六点了 打算往前走 走到八点左右吧 找个地方住下就可以了 我可不想进这个阿克苏城市 进城的话 晚上黑不龙龙的找 找地方住又贵 而且我住店主要是为了睡觉 休息 哎呀 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味儿了 哈哈哈哈 我现在先不管住哪儿了 真的,我先吃饱饭 天黑了我不管了 我吃完饭估计天黑了 我现在进入了阿克苏城市了 都有路灯了 我要找地方住 找地方住 啊 好累哦 我明天休息明天休息 到时候明天不上班 哈哈哈哈 前面应该有地方住了 我不想进城 进城的话越跑越贵 还不如在城郊区找一个便宜点的 反正明天也是睡大觉 在哪儿睡不住睡啊 晚上呢我终于找到一家宾馆了 价格不错 主要是 这边都有吃的嘛 很多吃的夜市什么都有 我把单车放到这儿了 现在他在给我开房间 价格还不错 80块钱 然后我打算住两天 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我先准备上去 我终于住下来了 洗了澡了 好舒服啊 真的好舒服 从库尔勒出来 反正到阿克苏了嘛 打算休息一天 明天休息 因为我现在距离喀什只有 470公里 所以说的话 轻轻松松五天就可以到 要是加个班的话 估计四天也可以 反正就看情况了 看情况 看我视频呢 各位呢 希望你们能关注一下我吧 鞋底呢一个人 从北京出发 然后目的地是到法国的巴黎 这一路呢 全程一个人 骑自行车很跨欧亚 希望你们能 关注我的纪录片 就是骑车去巴黎这部纪录片 也希望你们能支持 谢谢啊 就这样子了 我要睡觉了真的好困难 哈喽 现在是四点钟 我今天是从早睡到晚 中午的时候出去吃了个饭 也没有带相机 因为感觉太累了 实在是不想动啊 就下面那个川菜饭馆 点了个菜 吃完饭 然后吃了两碗米饭嘛 喝了人家一壶茶 然后上来 上来以后继续睡 睡到下午的时候 起来以后 把我的这个昨天的视频 做好了上传了 然后呢 现在在干的一件事呢 就是 我不是9月22号的那个视频 被西瓜君给下架了吗 然后咱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的 又重新的 刚好那个素材还没有删掉 你知道吧 从再另一张那个卡上 又重新剪辑了一下 再上传呢 现在已经快传完了吧 所以说呢 我都会想一下 就说 我到卡10啊 我现在有两张这个CIF卡嘛 我到了卡10的话 我可能再去买上一张CIF卡 这样子的话 我一个CIF卡拍两个小时 剪辑完视频上传好了 我把这张CIF卡就放好 再用第二张CIF卡 反正一张CIF卡 我用我的话 就是 三天没问题 就是坚持三天没问题 所以说三张CIF卡 或者四张CIF卡的话 我可以坚持将近小半个月 就是如果出现了 视频有问题啊 是吧 然后我的话 还可以把以前的素材给 那就是找出来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 重新编辑剪辑一下 因为 因为的话 就是这个素材特别大 我的这个GoPro拍东西 特别大 真的 随便拍一拍 假如说每天拍40分钟的视频的话 大概就要消耗掉20个G 所以说我不可能说把这20个G 就每天存上20个G的素材的 根本存不起的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 就是 那个移动硬盘 就那个 比较小的那个啊 特别特别挺先进的移动硬盘 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分之一了 就是只装成品 就是装了90多个视频嘛 已经用了三分之一了 512G的用了将近100多个G了 已经这样子了 它生成的东西也很大 因为一个视频都是两个G 或者1.7G这样子的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 只能舍弃一些素材了 我不可能说是背上很多块 那种大型移动硬盘走 毕竟我是个汽车的嘛 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一段啊 就是从这个咱们 吐鲁班到库尔勒 再到库尔勒 再到阿克苏 我简直就是在扎胎之旅 真的是 这样1000公里整个就是在扎胎之旅 每天扎一回 小意思啦 扎两回 还可以扛得住啊 扎三回 哎呦我的妈呀 真的就是这种 你知道吗 而且它骑车的时候 你会进入一种那种神经质的状态 这种神经质 就是那种 你骑车骑着骑着 你要看一下后轮有没有气了 虽然说你知道它有气 但是你总感觉到 它是不是又被扎了 是不是过会又没气了 怎么样子 还有一种是最可怕的 就是那种 你走着走着 在高速上走着 然后 你被扎了 你是有感觉的嘛 被扎了以后 然后就咯噔一声 然后那个 那个胎压 瞬间就降低嘛 然后走了两步 再蹬两下 就没气了 你能感觉得到吗 然后那个心理 那个心理活动 就 就那种 哎 怎么又扎了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 有点真的是 让人家很 让我很烦躁 非常烦躁 其实 骑这么多路 也没有说是 遇见这样的一个路段 就是 天天扎胎 然后呢 刚好呢问 有一个网友 他说 他在这个新疆骑摩托车 见过两个也是汽车的 说天天扎 天天扎 那我一心想 哎 人家也是天天扎 我也是天天扎 我心理一下就好平衡了 知道吧 嗯 我呢反正就是 希望 嗯 接下来呢 500公里路嘛 不是不到500公里啊 扎两回抬就行了 扎两回 就是咱已经不要求说是不扎胎了 是吧 就扎两回就意思意思 行了 你天天扎 一天扎一回 或者一天扎两回 这种真的是 让人完全没有什么旅行体验感啊 你骑车就为了 图个这种舒爽的感觉 你这早上扎 中午扎 晚上扎的 你说你这搞的人真的是 有点小崩溃 真的是 当然啦 我真的没有崩溃 我没有崩溃 我不会崩溃的 我就是觉得很郁闷 知道吧 郁闷 嗯 嗯 我等 我打算就是 下午的时候 到天黑了 我再出去溜一圈 然后吃点东西就好了 我现在也不是很饿 中午吃的多嘛 我还搞了一个就是那个 呃 视频的合集功能 我给你们看一下 讲解一下这个功能是怎么用的 包括现在其实我也迷迷等等的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是内容管理 然后这边新增了一个叫 合集功能的 点开 这样子的话 我以后可能就是把这个汽车去巴黎 中国进了一篇 然后把所有的在国内的全部添加进去 现在已经添加了94个了 点一下修改 你看添加视频 哦 哦 因为已经添加了 对 查看全部视频 看 就这些视频的话 已经全部都 诶 这啥意思 全部都添加进去了 现在好像意思就是 你们刷这个APP的时候 在首页 只要刷到了 我的这个 这核基里的任何一个视频 然后呢 你就通过那个视频 可以 可以从 看到核基里的其他的视频 可以选择这样看 比较人性化了一点吧 应该是 今天有空呢 给你们讲一讲 老爷子走哪了 因为我们每天不是聊天吗 老爷子在重庆 找了个地方 在这吃火锅呢 也有人帮他拍了个照片 发给我 他现在是大概走到 我不是在喀什吗 老爷子是走到这个 叫重庆了 重庆这边有个 有个叫什么什么唐镇 这个这个字念转吗 这个字我都不会念 反正走到这了 然后 老爷子大概还有两三天 就进入贵州了 哇 老爷子真的是胆子大呀 进贵州 贵州啊 真的骑车 特别难 特别可怕 真的 贵州的山特别多 老爷子打算走贵州 然后走这个 就是广西这边 然后去海南 他到海南过冬嘛 他每年的这样子 唉 我的话 这个视频 就是补发的这个9月22号的 现在上传了50%了 现在太阳落山了 我才出来溜达一圈 就这样太阳还很大 找个地方吃个饭 吃完饭我赶快回去继续休息 还是就这家川菜吧 我吃了饭要买些零食 明天早上出发要一些水和零食嘛 所以要买一点了 我呢还是继续吃川菜 因为一出去以后 饭馆基本上都是拌面嘛 抓饭 现在在城里就多吃点川菜 这边一个回锅肉是 嗯 加上还可以24 24 炒得非常好 这家店 我中午就在他们家吃的 晚上也过来在这吃一顿 突然我想到我要去喀什的话 我得吃个火锅 因为我出国了以后 我到哪去吃火锅去是吧 我在喀什 我一定要吃个火锅再走 就算我一个人我也吃个火锅 吃饱了饭呢我就回来了 我真的是不想出去 一点都不想出去 真的 我就觉得现在的我 这样子靠着这面墙 枕着枕头 然后腿上放个电脑 就是人生的最佳状态 然后那边还有个苹果 过去洗了喝个苹果 吃个苹果 然后再喝个饮料 完美完美 这就叫完美的生活了 我现在对物质要求很低 只要不要让我动就行了 我实在是不想出去 真的 现在就像这样子躺 躺到明天早上 然后再出发 就这样子了 提前祝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这个视频比较水 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 也没什么内容 但是我还是发一下吧 为什么呢 这样子具有连贯性 是吧 再加上本身今天就这样子活着了 就这个状态了 所以说也就这么多东西了 你们大家随便看一看行呢 随便看一看行呢 反正就是比较水的混流量的一个视频 就这样了 晚安晚安 我把所有装备已经拿下来了 把车也推出来了 结果大哥说我这个车是老式的 这个车主要是二扒车 二扒车 这个车它是减装按摩 是吧 这个是前面老车的 这个先放这儿一下 我们哪儿骑过来 我? 我从北京骑过来 北京骑过来 对对对北京 哎哟的天空 哎哟 这车从北京骑过来 对啊真的骑过来的呀 哎哟你真行啊 太牛了 大哥你帮我扶一下 好吧 扶一下车好吧 太牛了 大哥这个车不是老式车 这个车 行驶车 没有这个车 是专门旅行用的车 不说七种黄的两包东西电 这差没多少东西 来 这样子卡扣 还烧了吗 这东西 这样子卡扣 这去 好了 卡扣你有啊 啊 你这东西啊 肯定有啊 对 现在你回北京吗 是回哪里 去去喀什 4-5天就到了 4-5天才能去那花车 对啊 一个人一个人 一个人 你这个走过你不胖 你把你宰我 谁把我宰了 谁还了得啊 这个 啊 100公里差不多吧 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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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公里比干净 对 哇 骑着狗子都疼 哈哈 你问我说你这狗子都疼 屁股疼 休息吧 休息 啊 休息吧 你帐篷都疼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帐篷 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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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 马表 马表是啥 看跑多快吧 就跑多快嘛 好吧 我要走了啊 先去吃个早餐 那边有早餐是吧 好 谢谢大哥了啊 用这个镜子 好的 先走了啊 哎呦 哈哈 哎 先吃个早餐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阿克苏市 我要走北京路 到那边去找吃的 还要找一个超市 买点补给 这边的话下去就是阿克苏的 算是比较繁华的地带了 早上吃一个小份的哨子面 这个八块钱 然后一个煎蛋两块 吃这个面的时候想起一首歌 就那边什么 邪人的城墙 邪人的火车 好了 吃饭吃饭吃饭 吃了饭看一下地图啊 就是沿着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然后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就可以出城到国道了 OK 走了走了 就是沿着这条路 一直朝前走 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路口 你可以向左转 也可以朝前走 但是你不能回头 走喽走喽 找了一个超市 我要开始采购一点物资 水还有零食还有干粮 好了买了三个水 然后一个奥利奥 一个夹心饼干 最重要的是买了两袋牛肉干 这种牛肉干非常顶事儿啊 好了 可以装一下 这里呢 应该就是阿克苏最繁华的地段了 因为毕竟友好商场在这儿嘛 天山百货 天山百货是新疆 基本上是最出名的百货了 我的话还是 朝着前方走就好了 现在走上了国道 放手歌就音乐响起来 音乐响起来 我回来 手去订阅 我下一次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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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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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地方的 哇 这么多车停在这 沙井子爱荷买提南坑肉店饭店 哎呀 我就在这里吃饭了 哇 感觉很棒啊 这里直接去 挂着羊啊 看来这家店比较出名啊 我就在这吃得了 你要这挂了好几个羊 他这边是把这个 南坑肉腌制一下 然后放到这里头 然后就开始烤 15块钱一串 看一下 哇 烟熏火了的 我要先坐下 先找个地儿坐下 吃饭的人好多呀 我就坐这儿吧 我又点了一个 这个南坑肉 他一串15啊 这个拌面20好贵啊 一顿中午饭35 我的妈呀 味道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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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真香定理 真香 哇 吃饱了我得继续走了 这样子的话 期望三个月不一定能减肥啊 还可能会碰啊 不错 我现在呢 距离那个前面的阿恰 阿恰这 然后大概还有五十几公里 今天的话状态比较好啊 外加上都是下坡比较多嘛 我打算今天到阿恰住下 大概走了一百一百二左右吧 卡屎啊终于还有三百九十九了 哇 这一大片有将近感觉有上千亩地呀 全部都是太阳能 全部都是哦 它是极块 有一个配电房吧 啊 特别练功的 清洁能源啊 哎 就往前走了 哦 就太扎人了 看着 啊 这个戈壁滩里啊 很多东西它都是带刺的 哦 刚把我扎的 哎 我到前面的阿恰勒 还有三十公里 今天 应该在阿恰勒 找个地方住下 继续前进 哎 还是这种戈壁滩 看的人烦烦的够够的 现在距离喀什 我估计还有三百七十几公里了 哎 加油加油 还是火车跑得快呀 火车比我跑得快多了 哎 继续走啊 这边呢还是茫茫的戈壁滩 前面二十公里才会到这个叫做 阿恰勒 阿恰勒 现在呢 我到了阿恰 镇了 我现在在考虑前面有没有住的 吃的到时候有可能 肯定是有 但是住的不一定 这应该就是镇中心了 这个镇 镇中心就在这 就这么大 镇子这么大的话 哇我一眼望过去怎么没有一家 住的呀 理发的倒是有啊 这里发估计便宜啊 妈妈也不会搭地铺了吧 今天有帐篷 好吧好吧先吃饭然后找地方搭帐篷吧 我呢晚上就吃个拌面就好了 吃个拌面这个拌面的话还不错 十块钱 真的是价格很公道了 然后再喝上一个汉丝小木屋 哇太爽了 我吃完饭以后再去找地方 露营或者怎么样吧 好了好了我已经住下来了 找这个地方搭搭帐篷 非常安全 舒服 真的太舒服了 哎刚洗了个澡 然后把衣服全部洗了 晾在院子里 哇感觉现在洗澡的话 就是洗凉睡澡 真的太舒服了 就这样了 我的话准备 剪一剪视频 然后就 睡觉 今天走了一百二十公里 其实比较累的 真的有点累 啊 就这样了 看我视频的那个 观众朋友们呢 希望你们能点一个关注好吧 关注一下我 我呢一个人从这个北京出发 然后到华国 到巴黎 这样子 你们可以一路的看我的纪录片 这边了 拜拜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现在呢是9点时期 我的话把视频做好了 然后现在生成 快生成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昨天晚上住的环境了 你们一定很好奇 就是 我为什么 把这个鞋放在电视机上 把这个包也放在这上面 拉死因为 这个 这个床底下有老鼠啊 我能感觉到这个 这个老鼠就会在这里 这样撮撮撮的这样子走 然后我就害怕他把我的 咬我的鞋 或者把我的这个包咬坏 还有拖包 我就把东西全部都放在上面了 而且这不但床底下有老鼠 它这里头有两只苍蝇 我费尽心机把它弄死一只 结果还有一只 哎 头疼 哎 就这样子了 准备 收拾收拾出发 我出来了 这个就是个小镇啊 啥都没有啊 现在就是 吃点早餐吧 喝个八宝粥 牛肉干 还有一个苹果 吃完再走 现在我就往前走啊 有个叫希克尔的地方 也是戈壁滩中一个小镇 至少说是 有吃有喝 马上出城了 出城的话就 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想找个早餐呢 也没找到 这人不吃早餐呢 哇 这个山挺好看的哟 真的 渐渐的 开始觉得这山还不赖嘛 今天呢也是 沿着这个山脉 往前走 大概再往前走一点呢 就进入了戈壁滩了 就没什么人了 我就开始 玩我的鼠人头游戏 看我今天能遇见几个人 走走走 这边怎么突然一下 路变这么宽了 什么意思 我这还搞了个开发区吗 真的假的 这边还有个这么大的建筑 我都不知道在这盖在这意义何在呀 现在呢走上了这条314国道了 风景呢跟昨天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看就这样 还是左边戈壁滩 右边一座山 嗯 今天我打算好好的数一下 从踏上这个国道以来 一天走到这个西克尔镇 100公里 能遇见几个人 我一定会好好统计的 我估计不会超过10个 不会超过10个的 好了 继续走继续走 现在路比较好 也没什么车 不是没什么车 是我上了这条路就没见到车 我把速度提起来 打算 努力的冲刺上两个小时 争取走上个40来公里路 我怎么看到几匹骆驼呀 哇这个骆驼生下的味真的是 这个骆驼生下的味真的是够大的呀 稍微从他们身边路过 哇一股骆驼味 一股骆驼味 哎 继续走了继续走了 这也没看到人啊 就看到几个骆驼 还有一只狗 啊 哇 这一个坡灯的我好累啊 全程站着灯 眼看要到头了 我刚听着歌还可以 给你们看一下环境了 哎呀 就这样 哎呀这个线怎么缠着冷 哎呀我要上坡上坡 太热了太热了 这里的热 它不是物理攻击知道吧 它是魔法攻击 哎呀 就是 它能让你 原神都感觉到 热 你的灵魂都觉得热 这种光秃秃的热 我也没见到车啊 这谁修的路啊 就不能修平一点哦 动不动来个坡 好继续走继续走 这个大车司机啊 这个大车司机啊 是我走了这么久见到的第一个人 不错不错 突破零的突破 继续走继续走 数人头玩 我现在呢在国道的1270这个地方啊 我打算剪点棉花 路边有棉花的 它从大车里落的 我打算剪一点 为什么呢 那个不知道你们看纪录片的 在银川的时候 我认识个朋友叫小李 然后小李开车呢 到了喀什 然后我打算给他剪点路边的棉花 然后 把它 搞干净一点吧 这样子的话 把他那个车里的抱枕 是不是啊 把里头的那个人造的 取出来 塞点这种纯棉的 是吧 这不知道 哪个大车 落了这么多棉花 我来剪一点 这才是好棉花呀 真的 我这剪一路过会儿就剪好多 可以可以 你们看我随便一剪 就这么大一堆 几百克 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反正千里送棉花 李亲情义众 拿到喀什送给小李 当见面李 怎么把他绑好 然后就出发 现在到希克尔还有五十九 喀什呢也就二百多了 今天就是到 希克尔休息 明天打算辛苦一点 一口气 加个班 到喀什 今天就油杂油杂的 好热 还是热 有干有热的 床次 太爽了 拼着钩 这种加速的感觉非常爽 感觉身体无敌了 而且还是小上坡 而且还是小上坡 爽 走着走着呢 那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阴凉的地儿 可以让我午休 还可以吃点东西 这就是高速 路桥洞底下了 我早上牛肉肝还没打开吃呢 哎哟 碰到头了 在这里头 睡一觉 哇 真的是 这个位置真的是太棒了 这简直是老天爷赐予我的 哦 好舒服啊 好舒服 这个牛肉肝最顶事儿 吃牛肉肝恢复体能最快 吃牛肉肝恢复体能最快 睡了一觉好多了 继续朝鲜走吧 就是还是感觉到热的 太热了 30多度啊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大哥呢 是李大哥 安徽人啊 呃 他还留着胡子 胆子大 你给大家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大家好 然后呢 反向的旗友 对对对 我今天 今天是 你是我见过的第 第10个人 第10个人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两个 是反向旗 他要 你是他从西道那边过来 然后打算 要走独库 我呢 是要往那下边走 是这样子的 他今天晚上要在戈壁滩里露营 而我去前面的那个叫希克尔镇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行程呗 行程我就是安徽出发走沿海 香港澳门然后进广市 然后进广市 然后进越南 然后在越南吃完以后掉头 掉头走云南 在云南走少数民族 走滇葬 对然后到的新疆 走新疆 这样 走新疆 然后呢 我们两个总结了一下 这条路啊 就是 忒无聊 喝水多 我一天喝四公斤水 你也差不多 我呢 我跟那个 李哥聊了一会天 我们两个打算分道扬镳 你往北 我往南 保重啊 保重 你现在好像要在戈壁滩里露营啊 就说一种马路 不是我跟你不刚不是讲了吧 那个桥洞底下可以 那桥洞不错 刚才看的 还有个很很大的一个桥洞 我的话就是前面这个叫 叫啥镇 又忘了 这个地方的名字记不住 希克尔 希克尔 希克尔镇 希克尔某某镇 对 保重保重 我们俩加了个微信 现在呢是8点多 我呢终于到了希克尔了 太阳落山了 好美啊 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山 没错 还是那座山 真的不想看它 这边有一个火车站 我现在呢在这边找了个地方吃饭 这搞了一个拌面吃 过一会吃完饭我就 找地方看怎么住下吧 想办法了 我吃了饭呢赶快住赶快住 哦快饿死我了真的 我现在就先不露了 先不露了赶快吃 天快黑了 现在天快黑了 但是呢还是没有好的露营地 不知道住哪我就买了五个矿泉水 然后朝着城外走了 外面又是戈壁滩 我在戈壁滩里找个地方吧 只能这样子的 看下情况吧 现在就直接进入戈壁滩 朝喀什走 先给你们录一段 工后肯定天黑了也录不了了 我晚上的话找一个戈壁滩里的一个山后面 搭个帐篷或者是再往前走一点 多走一点吧 明天早点搭喀什也行 哇只能这样子了 我呢是从那个刚吃了饭 然后从那个镇子出来以后呢 就一直在往前走 因为那边是不好不好住的 然后就从戈壁滩里一直这样走啊走啊走 现在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就是底下是水泥地嘛 然后一个停车区这边搭了个帐篷露营 外面漫天繁星 真的 我看了一下 哇好多星星呀 因为周边全是荒芜人烟的戈壁滩嘛 所以说 有得必有失啊 我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星空了 估计你们 很多人的话真的是也没看过这种星空 挺好的挺好的 我要准备休息了 现在距离喀什 也不是很远了 130公里吧 肯定不到130公里 明天肯定就到喀什了 就这样子了 大家晚安 早上好早上好 现在是8点42分 我也起床了 我早上好冷的 真的真的好冷 因为我的话 懒得搭外账楼又搭了一层帐篷 这样子我就可以看到星星 我躺在这儿可以看到头领上的星星 特别多 给你看一下我住在哪里啊 拉开 就住这儿我把车放在 这儿的 然后跟我的帐篷绑一块的 就路边上 这还有个大车呢 跟我一块 我打算收拾好 赶快准备出发 往前走 我那出发了 我那出发了 早上比较凉快 我打算多走一点路 今天140公里 赶到喀什 城区就行了 等一会儿再研究住在哪儿 就行了 看一下 早餐的话我是 先骑上一会儿身体热起来了 我再开始吃早餐 一个新果 然后一袋奥利奥 再来一袋牛肉肝 今天呢我要 发紧时间赶路 加油 走了半个多小时啊 身体开始热了 我开始吃早餐了 一个奥利奥 一个苹果 然后一袋牛肉肝 吃饱了继续出发喽 吃饱饭了一个上坡 哎呀真的是 我这牛肉肝也是白吃了 爬上来 朝着这个阿图石走 我距离阿图石啊 还有70公里 到了阿图石吃个拌面 或者吃个抓饭 喝上人家两壶茶带走 我好口渴啊感觉 然后晚上就住在喀什喽 怎么样也到喀什了 悠悠达达达的 冲啊 舒服 你看这边的山吧 朋友还有选手在这种树啊 一岁棒了你们 太爽了 我下坡我要冲刺 把速度搞到五六十 哇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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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哇 我跟说骑车就这种 寒暢淋漓的感觉 最爽了 加速 不错 味道好极了 走了这么几天了 终于给我换了一座山看 你看 那座山我看烂了 现在换了一座山 这座山也不错 但是旁边的戈壁滩 还是戈壁滩 继续走喽 现在得加点速了 争取两点半三点左右 到阿兔什吃个饭 这才是人生之大事 目前为止我最大的追求 就是到阿兔什吃个饭 人生啊人生啊 追求是越来越没什么追求了 我现在距离喀什还有76公里的一个地方 在格达良乡 这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 先吃个饭 我的妈呀 累死我了 我今天中午吃抓饭 就是这个装饭了 20块钱 这个价格还不错的 真的 吃了饭呀 又爬了一会山呢 哎呀 爬到这山上来了 就刚才刮大风 从山上刮下来好多这种沙尘 我都不好意思拿出相机拍 前面的话也感觉有点沙尘 现在是侧风 继续往前走吧 那边就是阿图什市 我呢因为要去喀什 所以说我就不下去了 继续沿着这个国道314走 现在距离近喀什市 估计也就是30多公里 等到这个我住的地方 应该还有个50公里左右 太热了太热了 真的每天都30多度 全身都是汗 啊真的是太热了 饿得都不行了 在这个国道边上找了一个叫 豪爽家常饭馆的 他这有羊肉汤吃 我再进去吃个饭 真的是好饿 又热又饿的 哎 哎 我就坐这儿了 先吃个饭 哇 这个羊肉汤真的可以 这个羊肉汤真的可以啊 这样子的 里头有囊 然后很多羊肉 太棒了太棒了 20块钱 我先吃了饭再说吧 吃饱了饭就走不动了 打算就在这儿休息着玩吧 然后呢预定了一个轻旅 现在过去的话需要43公里 哎 43公里啊 等休息够了再走吧 哇 不着急了 现在呢 我是朝着西边走啊 因为太阳在西边嘛 走到大概前边的话就要往南走 因为趴时在南边 这往西走呢 其实是乌恰县 我过段时间才要朝着那边的乌恰县走 现在是8点钟 哇 天气终于凉快一点了 我得抓紧时间赶路了 这边呢就是被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 现在呢 天有点黑了都 我呢 用最快的速度跟着前面的三轮摩托车 哈哈 它照亮着路嘛 我就不用打灯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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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就是喀什了 国内的最后一大站 舒服 现在才是展现我实力的时候到了 哈哈 一直高速追着三轮车跑 哎呦 你还拍我们吗 哎呦 我还以为拍我呢 好了好了 我要认真骑车 晚上进入喀什 我走了这么久啊 终于看到了这个伊尔克斯坦 口岸的标志了 还有216公里 我呢 现在是朝着喀什走 然后过两天 休息好了 稍后再走这这条路到伊尔克斯坦就好了 出发出发 我呢 现在进入了喀什了 哇 喀什真的挺漂亮的 夜景 你看你看 看看很有感觉啊 我的话 打算前面找一个轻女住下了 就老陈去那边 嗯 不错不错 感觉好极了 好了好了我先找地方住 先找地方住 我呢现在进入了喀什古城区 哇这里真的好美啊 真的 我现在都没心情拍 我先找地方住 住下来再说了 反正 反正未来几天都要在这里啊 我呢最后 把单车放到这里了 这里绝对安全的 放心的 然后呢 终于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 是十人间 给你们看一下了 嗯 嗯 对对对 我把行李放这了 我今天晚上就住这 这两天就住这了 嗯 我已经累的不行了 就用我这双手 跟你们说一声 拜拜 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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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